2020年以来,由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,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纷纷放水,美国放了,日本放了,西欧也放了。 于是,进入到2021年以来,全球资产价格都在上涨,很多人都在忧心,通货膨胀就要来了。 所以,表现在房地产投资市场上也是异常的火爆,尤其是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,本身房价就已经足够高了。 然而,由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,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,这些城市的房价简直是涨风了。 甚至在有的城市,想买房你得先验资,想买房你得摇号。 甚至为了打压房地产的上涨,有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二手房的指导价格,就是想把这个虚火压下来。 然而,这个世界上会有只涨不跌的产品吗?房地产的价格难道真的会一直上涨,永不下降吗? 相信很多人在做房地产投资前,都要扪心自问这个问题。 而且,即便对于如此火爆的房地产市场,也是冷热不均的,并不是每一个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。 比如说,也在最近一段时间,有的地方,甚至有人在免费送房。 是的,您没听错,已经有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发帖子了,表示自己的房子不想要了,如果谁想要,他可以免费送给大家。 说实话,这些年来,由于各种各样诈骗团体的存在,我们普通老百姓早就百毒不侵了。 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只有人家帮你设计好的陷阱。 所以,当听闻有人要免费送房的时候,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微微一笑说,哎呀,这恐怕又是哪个诈骗集团想出来的新点子吧。 然而,真正去看人家的发帖,我们才明白,真的不是陷阱啊,真的是馅饼。 只不过,这个馅饼有点硬,不太容易消化得了,什么样的人在免费送房呢?当然是房价降的地方。 燕郊现在就有多位房主在互联网上免费送房了,可能很多人不理解,你就算说房价降吧,他好歹也是块资产啊,变卖了那也是钱呀。 为什么有人会把自己的房子好端端的送给别人呢? 是的,因为房价在上涨的时候,房子可能会是资产,然而当房价下跌的时候,房子有可能变成负资产。 这些年来啊,每当有房价下跌的时候,哎,就有人会警告说,断供潮要出现了。 什么意思呢?当房价下跌的时候,经济也在走下坡路,有的人可能失业了,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了, 于是没有钱还银行贷款了,所以断供了。 可是大家知道吗?负资产是远比断供还要可怕的事。 断供了,好歹就是你暂时还不上银行贷款了,哎,你把房子卖了,还清贷款,你自己还有一笔钱,说不定比你当时投入的钱还要多。 而负资产可怕的就在于,它会让你血本无归。 举个例子,前两年,燕郊房价特别高企的时候,有的楼盘卖到了四五万一平,便宜的楼盘那也得三四万啊。 对于很多在北京城里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来讲,啊,到燕郊也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。 而且很多人坚信,北京的房价都涨到天上了,哎,燕郊的房价能降下来吗? 然而,真的就降下来了。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,有的楼盘价格直接腰斩,有的甚至只有顶峰时候的三分之一而已啊。 这个降伏实在是太吓人了,它直接带来了一个恶果,那就是很多燕郊房产价值变成了负资产。 什么叫负资产? 我们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啊。 在燕郊房价比较高的时候,好比说你贷款买了一套房屋,当时这套房屋的售价是200万人民币。 你付了30%的首付就是60万,跟银行贷款140万,每个月要还五六千块钱的本金和利息。 然而,当燕郊房价腰斩之后,你这套当年卖200万的房子,现在只能卖100万了。 也就是说,即便你今天把这套房子完全卖掉,不但首付钱亏掉了,你还道歉银行40多万。 这就是负资产啊。 好端端的一个本来可以永远上涨的资产,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,而且未来多少年都未必能涨回来,这能不让人焦心吗? 所以,网上那些送房的人,人家是有条件的。 不管当时我付了多少首付,这两年还了多少本金和利息,现在我这个房子已经是负资产了。 任何人如果想要的话,我可以更名给你,只要你帮我把余下来的银行贷款还完就行了,我算是甩掉了一个包袱。 然而,这样的房子好送吗? 当然不好送了。 对于大让的买家来讲,我要帮你还的银行贷款比房价还要高,我何必接受你这馈赠的礼物呢? 我自己去买另外一套房子不好吗? 所以,可想而知,在房价下降的地方,即便你想把房子白送,那也是很困难的。 过去20年,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,给所有人造成了一个印象,那就是房子这个东西它绝对是资产。 它永远是只上升不下降的,顶天呢,有的年份可能上涨的慢一点,或者有的年份有那么几个月半年的回调,只要你坚持住房价一定会涨回来的。 所以,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,只要有钱,房地产投资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。 然而,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会只涨不跌的。 我们周边的邻居,那些发达经济体,不管是90年代初的日本,还是90年代末的我国香港,都遭遇到过房价拦腰阶段的时刻。 上世纪90年代末,亚洲金融危机之后,我国香港房价一夜之间跌了一半,很多香港中产阶级立马变成了负资产。 一方面,每个月赚到的薪水,大量的还得用于还贷。 另一方面,这简直是个无底洞啊。 虽然房子你还可以住着,房本写的还是你的名字,但是谁都清楚,你这套房子的价值还抵不上你欠银行的贷款。 可能有人要说,哎呀,房子负资产不可怕,大不了我不还银行钱就得了嘛,那银行还能把我怎么着,哎,房价下跌的时候,我可不可以断供呢? 我可不可以干脆跟银行商量一下,房子贵银行得了,我从此不被这个贷款了呢,大不了算我首付亏掉可以了吧? 这样可以吗?这样当然不行了,咱们都清楚,你跟银行签的是借款协议啊,房子只是作为抵押物而已啊,不管房价上涨下跌与否,不管你这个房子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,你和银行的借贷关系没有变。 换句话讲,就说刚才那个例子,即便你房价下跌了,你断供了,不还银行钱了,银行把你房子收走了,经过变卖,卖出了一百万,可别忘了,你跟银行签的是一百四十万的借款协议,剩下那四十万,你还得接着还。 是的,房子被人收走了,钱你还欠着银行,你如果不还,对不起,有可能你会被银行上信用黑名单,有可能你终生变成老赖,这就是负资产给我们人生带来的改变呀。 所以,当年香港很多中产阶级,明明知道房子已经是负资产了,明明知道每个月的还贷就是投入到无底洞中,也只能咬牙坚持着,不坚持怎么办?不坚持,房子收走了,个人也得破产呢。 今天烟交的房子也是这样,对于有的房主来讲,你如果真能找到接盘侠,跟人家说房子归你了,贷款你帮我还就行了,那实在是太幸运了,找不到,对不起,贷款还得你自己还,只能盼望着有没有可能烟交房价重新上涨。 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资产价值不断上涨,通货膨胀有非常强预期的状态,很多人都在说呀,哎呀,手里的钱毛了怎么办,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投资方向,所以今年以来很多人又把目光盯向了房地产。 然而,我们真得提醒各位好朋友,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啊,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真的已经到天上了,动辄十几万一平,随随便便买套八九十平的房子就得上千万人民币。 上千万是个什么概念?前不久,刚好有一份调查报告说啊,到目前为止,我国上千万资产的家庭数量大概只有两百万户。 大家别忘了,这两百万户恐怕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产,他们还会有更多的钱来接盘吗? 而且咱们中国有六七百个城市啊,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像北上广深这样一直涨下去啊? 别忘了,这两年我们还在探讨鹤岗呢,花个三五万块钱,你就能买到一套相当不错的房子啊。 虽然通货膨胀将会到来,虽然资产价格不断上涨,但是在房地产投资领域,我们还是得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啊。 否则,负资产到来的时候,你的房子想送人都送不出去啊。 赵旅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,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